店里面还有客人在取货 知名电商平台整间店突然停电 就连冷气都没了 旁边的住户也都纷纷跑出来 大白天竟然会发生跳电 事发在下午4点左右 台中市北区雪市路跟没停接口 突然发生大规模停电 整排透天住家还有店面 全部瞬间无吸马黑 电风扇冷气通通停止运转 只剩下紧急的备用电源 据我们也在群组讨论 台电人员回复 这是临时性的事故 已经紧急派员抢修 大约从4点开始 持续长达半个小时 猪们都没有看到台电人员 担心万一入夜后 煤电更麻烦 店家也担心冰箱冷冻的东西 煤电通通都会坏掉 大家纷纷打去台电询问 目前停电的互助仍在统计中 而台电人员也已经出动抢修 希望能够在入夜后 恢复正常供电 董事宣在台中早上报道 停电没有冷气吹真的好热 而这民众是想要吹免费冷气吗 这名20岁的女子 到了高手美术馆附近的咖啡厅 结果在沙发椅上面 长达四个多小时 完全没有点餐呢 店员来询问的时候 她也没有回应 最后远景要把这名女子拉出去 她还少赖坐在地板上 人家说你在店里面都没有消费 在那边待这么久了 你要不要先离开 女子坐在咖啡厅椅子上 不发抑郁 用外套的帽子 把整张脸都盖住 一旁还有行李箱跟后背包 你现在有没有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 确定一下你的生命状况 你不是一个 个安保护车的话 女子语无伦次 整个人贪软赖在沙发上 直到远景说要叫救护车 她才肯好好说话 你有没有不舒服 我现在询问你 请你不要 就要去医院 我叫强自立了 说我会出去 那你请你现在马上站起来 我相信你听懂啊 不管远景怎么拉 女子就是不配合耍赖 然后 中文字幕 李宗盛